北京时间7月2日下午16点30分 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韩国战最后一场比赛 提前进入总决赛的中国队对阵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队 经过五局苦战 中国女排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3比2逆转美国队 五局比分分别是18比25 25比19 19到25 25比20和15比8 赢下本场比赛之后 中国队暂时排在积分榜第四的位置 中国女排参加了日本战 中国香港战和韩国战的比赛 前六场比赛取得全胜 但接下来遭遇四连败 昨天的比赛 中国女排3比1击败了东道主韩国女排 送给对手11连败 赢球后的中国队也提前进入了总决赛 本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是袁新月 刁林宇 龚祥宇 王怨怨 王云露 李盈盈 自由人是王孟杰 第一局 中国队在开局1比4落后 随后美国队又将比分扩大到8比4 此时主教练蔡兵叫了暂停 暂停回来 比分变成了4比10 这时蔡兵进行了换人调整 来到中局 中国队仍处于下风 蔡兵在13到19落后时 第二次叫了暂停 暂停回来 中国队连续追分 将比分迫近到18比21 此时美国队不得不叫了暂停 暂停之后 美国队连续下分 以25比18赢下第一局 大比分1比0领先 第二局 中国队一上来3比0领先 本局开局中国女排加强了防守 以7比3领先对手 此时美国队叫了暂停 暂停回来 中国队稳住局面 美国队在7比12落后时 第二次叫了暂停 之后 美国队努力追分 追到14比16时 蔡兵也叫了暂停 来到局末 李盈盈连续发球得分 将比分优势扩大 随着美国队发球直接出界 中国队以25比19赢下第二局 大比分与对手1比1占平 第三局 美国队在开局稍稍领先 中国队顽强追分 在8比11落后时 蔡兵叫了暂停 但蔡兵的部署效果不佳 中国队9比15被对手拉大了比分 蔡兵马上第二次叫了暂停 暂停之后 双方交替得分 美国队依然占据着比分优势 来到局末 中国女排虽然挽救了三个局点 但仍以19到25输掉第三局 大比分1比2落后 第四局 中国队开局强攻 取得一波4比0的领先 迫使美国队叫了暂停 暂停之后 中国队再得2分 以6比0领先美国队 之后 美国队连得3分 追到3比6 并进一步将比分破进到6比8 随后比赛出现了意外 美国队德鲁斯的重扣 打到了李盈盈的脸上 后者看起来很难受 此时中国队11比9领先 蔡兵叫了暂停 来到比赛中局 中国队依然保持着领先 美国队在12比16落后时 叫了暂停 暂停之后 美国队追分视同明显 蔡兵在20到17时 第二次叫了暂停 来到局末 中国队顶住压力 以25比20赢下第四局 双方大比分2比2占平 决胜局 双方从1比1打到5比5 比分非常胶着 之后 中国队连得2分以7比5反超 美国队叫了暂停 暂停回来 中国队连续得分 以10比5领先 随后 中国女排又将比分扩大到12比6 已经胜券在握 最后时刻 中国队把握住机会 以15比8赢下第五局 大比分3比2 战胜美国队 rolle gigs tall 队连续得分队